离过婚的都市白领来到乡下度假 这期间他爱上了一位单亲爸爸 然而正当两人要开始一段甜甜的恋情时 他们彼此的孩子打破了这一切 杰克的两个儿子还好 因为与安妮相处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他们虽然不想有人替代母亲的位置 但两个孩子心中都清楚 父亲一个人照顾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大 然而孩子们之所以能够接受安妮 到底还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喜欢安妮这个人 杰克并没有强求他做什么 孩子成长的历程要一点点去完善 安妮这边 他对静女撒谎与杰克只是朋友关系 事实上他们的确都没有向彼此表露过心意 这天家里的水龙头坏掉 安妮找来了杰克 只是一眼 他便察觉了问题所在 两人忙活了一个下午 终于才将水管修好 他帮忙擦去杰克脸上的灰尘 四目对视 能感受到对方运动过后身体散发热量的距离 更滋生了此事暧昧的氛围 杰克主动摟过他的脖子 但就在要唇间相碰时 一个电话的到来将两人打断 虽然没了后话 但这件事也让杰克确定了安妮的心意 次日上班期间 他将安妮约来了野外 接着就吞吞吐吐地说起自己对安妮的感觉 前一秒脸上还都是甜蜜的安妮立刻忧愁起来 像两人这个年纪的人 已经没了任性的资格 家庭工作和孩子 都是他们要面临的问题 杰克见他犹豫 并没有继续索要答案 而是贴心地给了他时间考虑 这边刚回到家 安妮就看到镜里面带泪水出来 她的父亲也就是安妮的前夫要结婚了 安妮打去电话进行了确认 镜里在沙发上抱怨着父亲对她的漠视 正处于叛逆期的小女孩文言 安妮同情她的遭遇 晚上便做出了决定 与镜里一起回到纽约 帮助她去面对那些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然而当晚杰克却找了过来 看到收拾了一半的行李 她解释了今天的事情 一向好脾气的她 或许是因为舍不得安妮离开的原因 情绪开始有点激动 此日 安妮来喊妓女起床 却发现房间空无一人 意识到不妙 她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杰克求主 生命安危的大事 昨天的小插曲被抛到脑后 杰克大概判断了一下方位 带头来了树林之中 经过一番寻找 最终在小溪旁发现了受伤的妓女 事后小女孩为自己给大家带来了麻烦深感歉意 同时从内心也接受了这个救了自己一命的男人 安妮并没有怪罪她离家出走 而是对妓女的遭遇感到同情 她向前夫打去电话 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然后不给男人说话的机会 安妮霸气回应 这一刻她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对女儿的不负责任 电影的最后 安妮选择留在这里担任教师 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 与杰克和三个孩子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不负责任教师